美国的电视台ABC是一个长期支持乌克兰 也比较自由派的一个媒体 他做了一个专题 他看到了从2020年以来 乌克兰当地士兵不断减少的情况 因为乌克兰禁止大多数士林的男子出国 很多人其实逃出国外就是不想当兵 当然有些人用花钱的方法 他就可以在边境的时候就走了 那留下来当兵的人呢 当然相当的愤怒 但整个部队就很难修整 所以俄军最近几周在顿巴斯地区里头悄悄推进 这是很大的关键之一 因为他不能休息 也不能整顿 疲惫不堪 然后能逃的就逃 留下来的人呢就不断的打仗 到现在非常的疲惫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